各位亲爱的观众 大家上午好 我是南加州的全职地产经纪William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耳丸花果山 我现在身处的这个社区呢 是Taylor Morris上在这边盖的一个全新的社区 那这个社区的话呢 现在啊 所有的房子都卖完了 只剩最后一套 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套 我身后这一套呢 是压板间也卖掉了 但是同样的大小 同样的户型 还剩最后一套 那套啊 在卖的房子呢 是280万 我这个样板间呢 350万已经卖掉了 这房屋的基本信息呢 给大家讲一下 是3315尺 4到5房 然后呢 4.5玉 那我们进去看一看 这个房子里面长什么样 剩下的最后这一奖呢 在这个 这个Codisac的底部 只剩最后一奖了 我带大家看看 它这个样板间长什么样子 好我们现在进来哈 进来的话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宽敞 走廊非常的宽敞 然后进来之后呢 路户这里有一个调高啊 是还显得蛮气派的 好进门我们往里走啊 往里走的话呢 我的左手边呢 是楼下的一个大套间 为什么说是大套间呢 它这个套间跟平时的还不太一样 除了自己有自己的卧室和自己的那个浴室以外 它这边还有一个起居室 我现在用第一视角的角度 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楼下这个大套间啊 这边是它的起居室 然后对面呢 还有一个他自己的小吧台 小冰箱 包括那边有一个烤箱 然后往里面走是这个套房的房间 房间是这样拧接的 然后房间的旁边呢 是它的浴室 自带浴室 所以这个住起来给朋友 或者给家里的老人住起来 会非常的舒服 好从我们这个楼下的起居室出来的话呢 我的这个右手边就是它的车库 车库门入库的在这里啊 然后这边呢是上二楼 好 然后转过来旁边是它的一个巨大的厨房的空间 好啊 这个餐厅的位置 啊 但这个中导呢 是超大size的 啊 单个的这个洗碗槽 然后这边是六个火的炉头 然后柜子是桌到底的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啊 然后旁边是这个Building的冰箱 旁边是这边是我们的烤箱啊 然后转过来做好餐时就放在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餐厅这里 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 它这个房子的话 楼下呢 没有多设计一个正餐厅 所有的用餐都在这里 这样呢 其实有时候也节省空间啊 因为很多时候正餐厅 我们都是做摆在这看的 都没用都用不上 然后这个厨房这边呢 这个玻璃哈 这个窗户是很多的 这一排包括连到我们这个 呃 Family Room这边 这一排全是这个窗户 我是很喜欢的 采光会非常的好 那转过来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Family Room 这个Family Room的话呢 Fireplace在中间 电视机挂上面 然后四折的这个推拉门 所以说整个空间利用还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看一看他的院子 那样板一间 他这个样板间的院子呢 会大很多 然后280万的那一套呢 他这个院子可能只有这个 样板间的院子差不多一半大小 但是他只要280万 所以说一分钱一分货 出来以后 首先是我们的这个 California Room 这California Room还是很舒服 然后的话呢 这边如果大家想要延伸一下 像他这个样子 再搭一个patio 在下面吃饭啊烧烤啊 也是非常的舒服 OK看完了院子 我们上楼看一下 楼上长什么样子 过来这边呢 就是上二楼 好 我们现在上到二楼啊 上到二楼之后呢 我的右手边是主卧室 我们先看看主卧室 然后主卧室进来呢 是两个方向 往我的左边走那边是 衣帽间和卫生间的位置 这边呢是主卧室的床的位置啊 这边主卧室还是非常的明亮 它的层高呢是九尺 然后两边有窗户 这边一枕面墙都是窗户 所以说大小非常的适合 它这个床呢 应该是一个kin size 然后呢这边摆了柜子 然后这边还摆了一个这个小沙发 都还显得非常的宽敞 所以说 总体来讲 这个主卧室还是蛮舒服的 然后我这边可以看到这个 花果山的山景 OK 主卧室这边看完 我们看一下它的衣帽间 和这个卫生间的样子 我的右手边是它的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是一个巨大的衣帽间 非常的宽敞 好 出来这边是它的浴室 它浴室这个台面呢 跟这个厨房的台面是搭配的 现在都流行这种浅灰色 既美观 然后呢 又比较时尚的感觉 然后这边是它的马桶间的位置 好 接下来我会一直用这个 第一视角的这个方式 看看其他的空间 现在我们看完主卧室 我们去看看其他的位置 主卧室出来 右手边首先是一个这个loft loft也是蛮宽敞的 这里可以作为一个多功能厅 电影院啊 学习室啊 游戏室啊 都可以 loft旁边呢 先是我的左手边 这边这边是他的一个全域 这个全域呢 是给他旁边这个房间使用的 所以只有一个房间不是套房 我们先看看他全域的样子 这是他的浴室 浴室出来 首先会经过他这个洗衣房 这个洗衣房是带窗户 带洗手槽 然后旁边是他的一个客房 客房大小还ok了 那边是那个客房的衣帽间 那我就不进去了 然后再去看看其他的空间 这边出来以后呢 这边有一排柜子 完了之后呢 这边是刚刚入户的那个挑空 从这边是楼空的 可以看得到 是这样 然后再往里面走 还有一个客房 这是他们的第四个房间 第四个房间是这样 也是非常明亮的一个客房 这个房间呢 是一个套房 好了 Terry Morrison这一套样板间呢 我们就看完了 这个社区只剩一套了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 记得和我联络 接下来我们计划去耳丸公司 在花果山开的那个新盘 叫Azoo 那个盘去看一下 我们挑其中一套 我们觉得不错的户型 给大家展现一下 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我们会去耳丸公司 在那个 Portola Spring那边 开的一个非常火的新盘 那边也挑一套 在同一期视频里面 给大家展现一下 好 Let's go 下一个地方 OK 我现在来到了这个耳丸公司 在花果山的这个新盘 它叫Azoo 这个社区的话呢 一共只有45套房子 那目前为止还剩15套 今天我要带大家看的是 他们这个三号户型 那三号户型的话呢 是3176尺 四房4.5玉 它的起步价在257万 它这边的地税呢 是1.4% 然后呢 物业管理费是289 学区很好 然后的话呢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 Terry Morrison那个房子呢 隔大概就三分钟的样子 因为他们卖的太好了 所以说他们连那个staging都懒得做了 所以今天是空房子 带大家看一看 样板间的空房长什么样子 大家看到这个是房子的外观 是双车库 双车库 然后这个二楼这边出来有一个阳台 是其中一个房间的阳台 这个阳台这边呢 是看到这个花果山的山景 那左卧室那边有城市夜景 我们进去看看里面长什么样 好进门进来以后呢 在我的右手边是楼下的一个套房啊 那 摄影师可以进去看一下 从楼下这个套房出来以后呢 我的右手边是他们的一个office啊 那这个office的话呢 它是可以选择你做这种折叠门的 从这边直接到院子里面 那因为它这个心盘的话呢 每一块的大小不一样 所以说价钱也有点不一样 有的地块呢 是有这个很好的城市风景的 当然每块每个地块的价钱也是不一样的 在我的左手边呢 是楼下的半个卫生间 一个powder room给客人使用的 大家看到的那道门呢 是从车库进来的地方啊 就是说你买的东西 从车库直接提到厨房 非常的方便 它这个台面的颜色 柜子的颜色 包括它现在这个扶手 用的这种金属这种质感的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它的炉头呢 是这种6个burner加上一个grill 在这里非常的实用 这个抽油烟机也是这种包裹式的 所以总体感觉就是很舒服 这个厨房做的 让人在这里做饭呢 你就会心情很好啊 然后从这个角度 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family room这个挑高 真的很舒服 虽然说是写一顶 但是因为它够高 所以说还是蛮舒服的 那既然到了这里 我就顺便大家看一看 它这个院子啊 首先我们看它这个四折的 玻璃门到后院啊 推起来还是非常的湿滑啊 出来以后到我们的后院 后院呢 压板间的后院是选的比较大的 它是朝后面是没有遮挡的 所以说它的 三那个城市的风景会比较好 尤其是从祖洛史出来啊 那它这个户型的话呢 其中有一块地啊 是有6734尺的地 6734尺的地 在耳丸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超大的后院了 超大的地块了啊 那块地的话呢 是307万 这个院子旁边还有一块哈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后面还有这么宽一片院子啊 那那个水泥的地方呢 就是刚刚我们那个办公室走出来的地方 那边可以放一些桌椅啊 办公室 打电话打累了 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 好 我们去看看二楼长什么样 好 看完后院 我们看看二楼什么样子 进去之前呢 再给大家看看它这个 family room这个高厅 蛮舒服的 然后旁边的是这个 kitchen 是这样 好 我们上二楼 那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楼上这个格局 哈 上来楼梯以后呢 我的右手边是这个 它的loft和两个房间加洗衣房 从这边这个门进去 那 一直走的话呢 左手边是我们的主卧室 上了以后右手边 这边可以做成一个loft 或者你要把它改成一个swee 也是可以的啊 改成一个大套 然后这个loft 左边是它的洗衣房 洗衣房是带这个洗手槽的 然后呢 旁边也有很多柜子 架子可以放里面那些毛巾 洗衣用品之类的 那对面是一个房间 我们等下去看 然后穿过这个loft 往里面走 这边是其中一个房间 这房间呢 不是很大 但是呢 放一个 queen size的床是没有问题的 这几个窗户都有这个 后面山上这个山井啊 种满了牛油果蔬 这边是它这个 这个套房的 带着卫浴 好 我们从这边穿过去看看另外一个房间 两个房间中间隔了一个洗衣房 那这样也其实比较方便的 两个房间都可以直接把衣服放到这个洗衣房来 这个房间呢 就是我们刚刚从房子的外面看到的有个阳台的那个那个房间啊 这边这个阳台是可以走出去的 好 这个是楼上这个房间的卫生间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去看看主卧室 好我们现在看看主卧室是什么样子 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面对着这个潮南的这一面墙的窗户 的话能够看到耳湾的城市夜景啊 景观还是不错的 那他这个房间也是足够大 这边是他的卫生间 干湿分离的浴缸和这个 shower 然后旁边呢是他的这个 洗手池的样子 他这种L型的会比那种背对背的好很多 我感觉用起来要实用一些方便一些 看看他的衣帽间 衣帽间是这样 衣帽间也够大了 好了 这就是他主卧室的样子 好了 这个是阿住这个社区三号户型的样子 我们就看完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去花果山这个社区的公共 区域给大家拍一些这个社区环境看看怎么样 让大家也了解一下 那之后的话呢 我们去最近很火的 Portola Spring那边那个阿住的社区 挑一个好 挑一个不错的户型给大家看一看 Let's go 好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K 我们现在来到了Portola Spring阿柱这个社区 我上后这个样板间三号房 它的户型呢 跟我们刚刚在花果山看的那个阿柱的 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这个里面有这个家居啊什么的 有staging 我们进去看一下 基本信息是四房4.5玉 然后还加一个DEM 它的面积是3176尺 这边的价格要稍微便宜一点 对不起 是2417000起 那它这里的地税呢是1.2 比那边要便宜一点 物业管理费是180 也比那边要便宜一点 那它的学区呢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那个高中 Portola High School是那个号称上亿美金打造的 所以说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我们进去看一下 OK 这是进门啊 进门以后呢 那我基本上就能看到后院 包括山下的风景 那我们先看看进门的左手边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区域 进门的右手边呢是 这边的一个套房啊 这个套房呢 它还多了一个起居室 这是它的起居室 那边是进门 往右手边这个门 进来这个起居室 起居室旁边是 它的这个套间的卫生间 往里面走是楼下的套间 套间是这样的 从这个套间旁边呢 还能看到这个侧院的这些花草树木 层高还是很舒服啊 都是十尺的层高一楼 它的衣帽间是这样的 不是走路式的 好 那我们就走往前走 从这个大套房出来的话呢 直走往前走是 公共区域的位置 非常的宽敞啊 那走过来这边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调空 这个客厅 Family Room是个大调空 那边是四折的玻璃推拉门 然后到后院 能够看到后院的风景和对面的山景 然后厨房 和它的这个 餐厅啊 跟我们刚才看的那个 阿鲁在花果山 那个是一样的啊 也是这种瀑布式的设计 大大的中岛 然后沃夫的冰箱 沃夫的厨具和这个 Sup Zero的冰箱啊 跟那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这边是它的操作间 和它的Pantry 在这里 它这边这个顶呢 基本上也是 斜顶的哈 斜顶 空间感还是很舒服 我们去看一下院子 这是它后院出来哈 后院出来的话呢 有一个Building BBQ 后院大概是这样 不过它这个景确实不错哈 这个盘这边呢 也有很多这个带景观的地块 好 看完院子 我们去看看楼上的空间 一个大的调空 上楼看一下 一样的我喜欢从这个角度 给大家看看它这个调空 走到底那边呢 是主卧室 然后左边的话呢 楼梯上的左边的话呢 是它的loft和两个房间 上一个的户型是一样的 那我就快速的给大家扫一下 往里走是这边的一个房间 然后这边是它的浴室 好这个房间出来的左手边呢 是它的洗衣房和另外一个房间 洗衣房的样子 好这是另外一个套房 它房间都是套房 这个房间的衣帽间是这边的 不是走入室的 而是这个房间的微信间给大家看一下 好去看一下主卧室 这边是主人房 主人房的风景 非常的漂亮 二楼的层高 也有九尺层高哈 从左卧室望出去 这边是卫生间 然后它这个浴室 浴缸 L型的洗脸台 然后在旁边是它的衣帽间 那边是马桶间的位置 好再看一下主卧室的风景 非常的漂亮啊 宽敞明亮 然后层高也是足够的 非常的舒服 好了各位亲爱的视频观众 今天我们一口气 看完了这个 三个星盘的样板间 如果你喜欢这里的星盘 请记得和我联络 我的电话号码我放这里 我的微信我放这里 我是南加州的地产经纪威廉 我喜欢拍视频 我喜欢把我看到的漂亮的房子 和您分享 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